我太大了 完蛋了 浪費這兩千塊啦 可是它比我想像中好吃很多耶 欸有點像爸爸的座位耶 哈囉大家好 我是心裡邊 今天呢 是我個人非常期待的一集 可是終於有東西可以吃了 我們今天呢 要來開箱三個國家的口糧 我們先來開箱法國的好了 因為聽說法國是網路謠傳 全世界最好吃的口糧 法國的軍用口糧確實比較少接觸到 那其實你現在去Google 所以說就好像說 欸其實你用採購一包 所謂法國軍用口糧的概念 大概可以抵得上 四包到五包的美軍的軍用口糧 所以其實它的價格 會那麼貴的話 可能就是因為物以稀為貴 那我們就現在就先來開箱我們的法國軍糧 那我們第一個先來試吃麥片 聽說這個麥片蠻好吃的 先這樣下去 老師 不會來一點嗎 好 你吃我就吃 有點像帕帕的周圍 要給鏡頭看 對啊 要給鏡頭看 完全帕帕 好像帕帕的周圍 好像喔 顏色超像的 麥片基本上來講都是 對台灣家身體友好 那當然對年輕朋友也好 罐頭 首先要先用這個加熱 它的爐具 基本上還好 因為它不是軟的 基本上你把它架起來 說真的就已經很OK了 好了 我們把這個投進去 OK 還有這個火柴盒 我第一次用火柴 老師之前有 所以小時候都沒有碰過火柴 有看過那個啦 賣火柴的少女台 你要不要碰 好 我想錯一次看看 你這樣撇就好了 真的嗎 對啊 喔 等一下 很燙 很燙 等一下 放起來 欸 很難點欸 還是要把它夾起來 有沒有什麼夾子 唉 變了變了 老師 手不會燙喔 現在可以開罐頭了嗎 OK 對啊 餃子先忙 OK 好特爛喔 這麼爐 OK 來吧 來吧 小心喔 好 你直接放下去吧 哇 這好好吃喔 不是 你在聽 這個滾的聲音 把它打開 我覺得它的味道 蠻重口味的 就是那種口涼企業 都會做那種很重鹹的味道 軍方的食品 通常比較重鹹 重甜 就掉 就掉 來來來來 太焦了 火太大了 完蛋了 浪費這兩千塊啦 完蛋了 它連罐頭它都燒焦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加熱太久了 這也不叫水餃 這個叫什麼 也不是餛飩 應該是義大利的餃 也不像啊 它是餅長的耶 吃起來怎麼樣 義大利通心麵乘以3 然後內容物大概就是有那個 應該是絞肉 中間有一個絞肉 那就是義大利麵乘以3 老外在吃中餐的時候通常比較貴 因為之前我們去法國巴黎 點那個蜘蛛餐的時候 有三項菜就15歐 那我們第二個要開箱的是 美軍的軍糧 那我們先吃它的主食 牛肉佐黑豆 你沒有玩過喔 我第一次 蛤 它是要拿放在靠在那個桶 對 靠在那邊 然後就可以做其他事情了 好 那泡茶 好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也可以 欸 等一下不對 那熱水了 它好像很掉 可以可以 那你直接 好吧 你就直接叫過來 好 然後我等一下把它封起來 聽說要搖33下就好了 真的嗎 有啊 以前一個 飲料名稱叫雪克珊珊 雪克珊珊 笑 悠悠 隨便啦 反正 欸 好像很好喝的樣子耶 對 再來就是開箱我們的 來看一下 這是 它好像是巧克力香蕉的麻糞耶 我們先來試試看看 它好像不是巧克力蛋糕 它好像是 檸檬派耶 有點像是檸檬的 檸檬的感覺 這好像是 禮籽還是什麼的 好像是蘋果 對蘋果派是不是 對 因為它這個醬料的味道其實很重 我覺得可以加這個 好像有蜂蜜耶 它裡面還有吃起來 就是有一點點顆粒的 欸 不錯吃耶 嗯 那我們接下來要試試的是 它的牛肉佐黑豆 然後配它的那個 算是薄餅嗎 薄餅 對 它的味道也很香耶 然後它裡面其實你看它有 牛肉塊 然後玉米 它其實應該還有那個紅蘿蔔 還會說黑豆 我說真的我不太清楚 為什麼 美國人會喜歡吃黑豆 嗯 不錯吃耶 不過它吃起來有點像 墨西哥那種 捲餅的感覺 最後的壓軸呢 是我們國軍的口糧 那我們這次要開箱的是 B式的口糧 然後還有這個 野戰的加熱式餐盒 然後我們是 咖哩雞肉口味的 講白點把它丟進去 然後呢 加熱片把它丟進去 來加熱片 OK 好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水倒進去 算很甜心 還有附一包水 它其實水都已經算好好的 那 等一下呢 再把它密封 那就等它熟透了 那就可以吃了 OK 那我們接下來要開箱我們的野戰口糧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是B式的 這個我們先來試吃這個 那先試吃這個 它是說什麼 這叫素肉乾 沒錯 基本上來講 那所謂的素的話 其實會用很多蒟蒻來代替 或是豆類製品 如何 然後 它的味道 就是所謂豆製品 就是 你酥的東西 不管是 素雞 酥肉 素鴨 就很多那個 豆類的製品 然後去代替它的腳感 那我來試吃 巧克力餅乾好了 它的厚度很 很厚 是不是口糧都是 會做一定的那種 我們來看 就是說一般的口糧 它比較厚 因為它在運送過程 或是說壓縮過程 比較不容易斷裂 好的 我們咖哩雞肉飯已經加熱完畢了 我們現在就來試吃一下 它味道很香耶 可是它其實我產生中好吃很多耶 我覺得跟Seven的那個 咖哩系列有的比 因為咖哩它的味道都比較重 那基本上來講 不管是軍用或是民放 尤其印度 他們印度咖哩有很多種 那其實我們吃到一般就是 比較傳統的咖哩 那基本上都是很好笑的飯 那對關閉來講的話 它野外的話 其實 他們只要趕快能吃到一餐熱食的話 對他們來講是 其實很大的苦物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陳國民老師 跟我們一起開箱我們的軍事口糧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大家掰掰 掰掰